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不少人都会发红包 那么包红包其实也有一些巧思 有民俗专家说 像是红包袋不能够封口 可能会封住财气 还有不要把红包袋对折 财气可能会受阻 另外有网友则是非常的困扰地说 他才刚出社会工作一年 今年要发红包给亲戚的小孩 以往知道红包要包双数的钱 但是到底能不能包一千元呢 询问长辈的意见 有三成认为可以 但是七成认为不行 他的剖文一出 也在网络上引发讨论 要过年了 红包准备好了吗 有网友在网络上发问表示 今年要发红包给亲戚的小孩 以往都知道要包双数 但究竟能不能包一千元呢 这让他相当苦恼 还询问长辈 有大概三成认为可以 七成说不行 因为一是单数 但也有人说一千元是十张一百元 所以可以 来问问民众怎么看 不会啊 如果你要带着这些观念 你就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啊 红文一出引发热烈讨论 更有网友突破盲点 说如果一包一万 这样还算是单数吗 会被亲戚嫌弃吗 那包一千万 有人会说单数不收吗 好四成双 所以要二 六 八 民族专家杨登科建议包红包的金额还是要有双数 像是一千二一千八或是两千元都是不错的数字 但民族专家廖大姨有不同的看法 认为一千是一个一再加上三个零 一再道教代表天是最大的数字 三个圈圈代表天地人象征精气神 有天地人合一精气神饱满的意义 他认为一千元是很好的祝福 至于包红包还有一些小地方也得特别注意 对方如果是能够是正裁的话 我们就是用直式的 那如果说他是喜欢那个 比如说喜欢中大奖 那买那个透什么之类的 我们就可以用横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偏裁 专家表示红包袋不能封口 否则会封住裁器 也不能对折 会让裁器受阻 而这些建议大家可以参考 但最重要的还是包红包的心意 诚心祝福比较实际 在台北综合报导